現在已經是現在已經是下午五點半 太陽還是在高刮刮刮在天上 那我們現在今天來這邊檢查這一套太陽能發電系統 那電瓶的部分呢12顆電瓶 每顆電瓶都是12.3到12.7伏特的電壓 那有一顆電壓我們剛剛測量是10伏特 那這套系統目前的運作相當良好 今天因為稍微有點狀況只發出了11度電 那明天應該可以在這種天氣下 我認為應該15度電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每一套太陽能系統當然經過了一年之後 這個太陽能板有些人問說要不要清洗模組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太陽能板上面 當然是會有一些灰塵啦 可是整體來說它的這個灰塵堆積狀況還好 因為新竹縣湖口鄉大概風特別的大 那最近的雨都是暴雨 所以整體的發電狀況算是不錯 那我會鼓勵各位如果你們加油鐵皮屋啊 那個停車棚可以來安裝太陽能發電 肯定會在這個炎熱的夏天帶來一些吹冷氣的好處 謝謝